漢文四十五以音部特伐 翁靖廷 恩甲 您知道台語也有音標嗎 陸谷就有一位黑膠唱片達人 手邊就保留有字母唱片 望國音標 國台語老歌等形形色色的黑膠唱片 在資訊不發達的當時 以唱機播放黑膠唱片 學習娛樂 已經算是當時代最行的方式 因為我媽以前是讀漢文 所以他唱起來 國台有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台語的音標 一個字也有八音 所以你現在有道義 你說道義的Q其實這都對的 因為台語有八音 這張漢文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文化的部分 這張是唯一的一張 用你留在做資料的東西 所以這張有音母唱片 最古老的水聲廳 在流崇禮的收藏室裡也看得到 唱機就裝在 在宛如迷你行李箱的提箱內 可以四處帶著走 在當時來說 可說是很風光的玩意兒了 劉崇禮不僅對這些古物著迷 為了維持這些黑角唱片的壽命 他不使用外國設計 亦傷害唱片表面貼紙的超音波清潔機器 而是自行發明了一台黑膠唱片吸塵器 因為唱片裡面它有16個音階 它裡面有勾有槽 它音階有16個 它裡面是用磁鐵的魂 裡面會長東西 還有手的繡 所以我們就用清潔機器把它清洗起來 這台機器它有吸塵的功能 還有清潔的功能 還有它裡面 這個唱片它會產生靜電 我們要把靜電吸塵 把它塗藥 所以我們用碳刷 一元武雷芳對於鹿谷這位古物蒐集家 也感到相當肯定 是鼓勵大家一起來保留這些 幾乎快要消失的舊有文物 六角當頂的鹿頂庄 老闆他非常喜歡收藏一些古董、文物 尤其我們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黑膠唱片 這支保存得非常好 一些老歌曲 音律都很好聽 還有那個皮箱 提著裡面是電唱機 隨時到外地 也可以用來唱 一種唱這款的東西 都可以傳承 保留下來 下一代多一層的認識 老舊文物的蒐集是相當不容易 一掌和順風對於鹿谷在地收藏家的用心 也大戰不簡單 也歡迎大家來到鹿谷 不妨前來聽聽以老唱機播放出來的迷人樂曲 民意群雲雄心儀錄骨采訪報導 內容 非常妙